《小時代》系列收官,2015年7月13日娛樂P48兩條半微博文進 這兩年最受同行爭議的新導演相信非國慶名無屬, 尤其是他的電影《小時代》,票房大迷脫口悲極差,除了粉絲之外, 單一步一步地爬,頭三部已累積收了13億人民幣。 第四集《大結局》也已推出,目標是7億,希望這系列最終能收過20億。 如此口氣,難怪再一次仰人眼紅。 《小時代》4,靈魂進投第一天開話票房就過億,頭三天已累積2.86億。 我吾道理到六,七億應沒問題。 但這走勢,頭三集也是如此,當粉絲效應消失之後, 收入就會盡插水半急射直下,典型的後徑不計。 今年暑假,晚片陸續有來,本週將會有兩部新片開話, 分別是竹妖記和煎餅合,加上被他遲一天上映的芝士花開, 也搶了一半生意,《小時代》4要收7億,似乎有難度。 大家都說國慶明是個出色又精明的商人, 卻沒有人說他是個好導演, 看來小四要重新考慮自己的身份定位。 ay?! 你 vient